今天我们来讲 我们观止的第141篇 继鳄鱼文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是大致是在公元819年的时候 公元819年的时候 韩玉被贬潮州刺史 就是南方 然后到任以后 就问民间疾苦 然后听说这个地方 以鳄鱼为患 然后就命自己的手下 然后去祭祀 把一头羊还有一头猪 就扔到了那个水里面 并做了这篇纪文 做一篇纪文 我们来看内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某年某月某日 潮州刺史韩玉派军士 牙推请记 用一只羊一只猪 投进厄西的深水中 给鳄鱼来吃 并且告诉他 一鱼鳄鱼食而告之曰 这边的威呢 威呢其实是个发语词 或者翻译成在的意思 或者鱼的意思 都可以啊 都可以 这个军士牙推呢 是刺史的蜀官 就是首相 他就派首相去祭祀阿鱼了 那么祭祀完之后呢 然后说了一番话 他说 西先王既有天下 猎山则汪绳搓刀 这个字念搓啊 汪绳搓刀 这个从前呢 五帝三王统治了天下 粉烧山野里的草木 猎山则 就是粉烧山野的草木 结绳为王 叫王绳 结绳为王 然后用使用锋利的刀枪 叫仇刃啊 以除虫蛇恶物 为民害者 为民害者 然后呢 用这些工具呢 去除掉危害民间的虫蛇恶物 把他们赶到四海有爱的地方 趋而出之四海之外 那 即后王德伯不能原有 则江汉之间 尚结妻之 一遇蛮蚁处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到了东周以后的君主啊 德行就比较浅薄 不能领 不能占有远方的远处的很多地方 就是以长江和汉水流域的土地 尚且抛给了蛮蚁处月啊 旷朝领海之间去京师万里载 何况呢 潮州在武岭和大海的中间 距离京师有万里远呢 也就是说有很 很偏僻的地方 鳄鱼指寒烟卵雨于此 那么鳄鱼呢 就在这里啊 潜伏繁殖啊 一故其所 那么也是他们适当的地方 也就是说啊 这个地方 潮州这个地方呢 离这个京师很远啊 人烟稀少啊 正是鳄鱼泛滥的地方啊 今天子似唐位 似呢是继承的意思啊 现在天子继承唐朝的地位 神圣此武四海之外 六合之内皆福而有之 然后神圣仁慈而有英武英明啊 四海之内宇宙以内的地方 都属于唐朝安抚和统治啊 旷雨季所演 扬州之禁地 次始限令之所至 旷雨季之所演 这个读一眼子啊 这什么意思呢 何况潮州是大雨的足迹 所曾经到达过的 古代扬州相邻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曾经大雨 来过来过的地方啊 是次始限令所制一个区域 出共赋一共天地宗庙 百神之四之仰者在 也是敬共 供物交纳捐税 一共天子 对天地祖宗和各种神明祭祀的地方啊 鳄鱼其不可遇 次始杂除此土也 那么鳄鱼呢 是不能跟次始同住在这个地方的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 你们鳄鱼 人和鳄鱼是不能在这里相处的 接着 次始受天子命 守此土至此民 而鳄鱼悍然不安西潭 说次始啊 是接受了天子的命令 来镇守这块土地 治理这里的百姓 而鳄鱼啊 凶暴地 不安居在啊 不安静地待在这个西潭中 反而占据了其他地方啊 举处 十民须 熊 是 树 鹿 张 以肥其身 一种其子孙 于刺死 抗拒 争为长雄 那么反而呢 鳄鱼 这些鳄鱼啊 占领了这个地方 有百姓的畜生啊 有百姓 养的 养的东西 比如说 还有和熊 野猪 鹿 章子啊 把这些东西都吃掉了 养肥他自己的身体 来繁衍他的子孙 和刺死来抗拒 要争个上风 争个上风 刺食虽弩弱 亦安肯为 鳄鱼 低手下心 心心显显 为民立休 以偷活于此业 这里面有个词语叫 心心显显 心心显显呢 心心的指的是恐惧的样子 显显呢 是是瞇着眼睛 瞇着眼睛看 不管的样子啊 那么整体的意思是说 刺死即使很无能懦弱 但是又怎么能 怎肯对鳄鱼低头败服呢 心怀恐惧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敢行动 给致民的官员呢 丢脸 偷生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刺死 虽然 虽然努弱 但是呢 也会 也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且成天子命以来 来为例 故其事不得不与鳄鱼变 并且我奉了天子命令 来到这里做官 在形式上 不得不与鳄鱼变明是非 鳄鱼有之 其听刺死言 鳄鱼有之 且听刺死的话 这是韩语给鳄鱼说的话 潮汁州大海灾气南 京鹏之大 虾蟹之戏 无不容归 以生以食 潮州这个地方 大海在它南边 鲸鱼和螃蟹那样大 虾子 虾和螃蟹那样的小 无不被容纳的得到了归宿 借着大海呢 生存饮食 然后生存饮食 鳄鱼昭发而息之也 那么鳄鱼早晨从这里出发 晚上就可以到达那里 到达那里 金鱼鳄鱼约 近三日 其率丑类南袭于海 以避天子之命令 然后呢 现在和鳄鱼约定 三天之内 你的率领同伙 向南迁徙到大海那里去 以便避开天子任命的官吏 这意思就是让鳄鱼走啊 三日不能之五日 五日不能之七日 七日不能 是终不肯洗也 是不有刺史 听从其言也 三天不能够呢 就延到五天 五天不能够就延到七天 七天不够呢 这就是最终不肯迁徙了 如果再不走 不然则是鳄鱼明弯不领 刺史虽有缘 不闻不知也 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 不肯听从他的话 不然 这就是鳄鱼怎么样 愚蠢顽略 没有灵性 刺史虽有话 听到也不知道 听到也不知道 就说给鳄鱼给你时间 你要撤离 不撤离的话呢 别管刺史 不给你面子 夫傲天子之命令 不听其言 不惜以避之 于民玩不灵 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对抗天子任命的官吏 不听他的话 不迁徒 不避免躲避 和那愚蠢顽略 没有灵性 害民害物的东西 都是可以杀掉的 刺史则选财 选财既利民 那么刺史就要选择那些 有才干和有技艺的官吏 与百姓 操强攻毒使 以与鳄鱼从事 必尽杀乃止 其误悔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拿着强攻毒箭 跟鳄鱼进行斗争 必定要完全杀尽 方才罢休 可不要后悔 这里面讲到了 海语对鳄鱼的一番说辞 一番说辞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 传说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 数日之后 江水尽贺 江水都没有了 然后西西六十里 潮州再也没有鳄鱼为患了 这当然估计是一种附会 但是说明了这篇文章 在当时特别受推崇 那这里边虽然有点 这个文章虽然里面有点故弄玄虚 但是呢也表达了这个韩粤 为民除害的这个决心 决心 文章写的还算可以 好 这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是一篇文章之后的